嗨,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小媳妇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红虎破洞 在我们开始做之前,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我的视频是有中文和英文字幕的 需要的话记得要打开字幕哦 做红虎破洞的主要食材有 西瓜,冰糖,还有爱玉粉 食材成分以及比例会列在说明框中 咱们开始做吧 首先取出西瓜 挖出西瓜果肉 将西瓜果肉放入手动炸汁机 挤出西瓜汁 挤出汁后将西瓜汁过滤 取出挤出西瓜汁的西瓜果肉 用手将西瓜果肉过筛 这样西瓜果肉会变得细腻 全部西瓜果肉过筛后慢慢加入爱玉粉 一边加一边搅拌 搅拌直到全部溶结 将西瓜混合物倒入一个锅中 开中火将西瓜混合物煮滚 记得在煮的当儿要经常搅拌 煮滚后就熄火 将西瓜混合物倒入容器里 如果有一些小气泡在表面上 可以用一只汤匙将泡泡摇掉 放在一旁直到比较凉 然后盖上盖子 转移到冰箱放置至少一个小时 这时取出一个锅 加入冰糖 然后加水 开大火将冰糖融化并煮滚 煮滚后熄火 将糖浆放一盆备用 一个小时后 取出西瓜冻 将西瓜冻切成小块 加入糖浆 红琥珀冻就做好了 如果喜欢我今天分享的红琥珀冻食谱的话 记得点赞 还有要转发给你的朋友看哦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请订阅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